各位鄭英姊妹你們好 我們又開始今天這個網上的《蜥經討論會》 我們是講到《數靈恩賜》的最後一堂 講到謊言的 那我就在這裡上傳了一個圖片 大家可以看這個圖片 在哥林多前書12章 就有講到關於謊言的 感謝耶穌 在哥林多前書14章2節 我讀了今天傳到的那個slide 那說謊言的,原不是對人說,乃是對神說 然而他的心靈卻是講說各樣的奧秘 但作先知講道 其實原文是說謊言的,是對人說 要造就安慰全面人 說謊言的是造就自己 13節 所以那說謊言的就當求著能翻出來 我若用謊言討告,是我的靈討告 但我的誤性沒有果效 15節 我要用零討告也要用誤性討告 18節 我說謊言,給你們眾人還多 28節 若沒有人翻就當在會中閉口 39節 要切無作先知廣道 也不要禁止說謊言 對於說謊言 在《光臨多前書》14章 其實我清楚說謊言就是講說各樣的奧秘 在我傳給你那張sled 上 說謊言原不是對人說 乃是對神說 所以說謊言不是同人說的 是跟神說的 是人與神之間的溝通 而在他心靈裏面 卻是講說各樣的奧秘 這是一件奇妙的事 一個超自然的事情 就是他會講說各樣的奧秘 這個就是神賜給他的 在講謊言的時候 然後呢 其實那個經文是講到說謊言 講謊言的呢 就是對人講的 要造就安慰勸勉 那就是 說謊言就是造就安慰勸勉 那這裏呢 保羅是對比講謊言和說謊言 那因為傳統教會不接受講謊言 因為他們覺得 為什麼講謊言在教會裏面有這麼重要的地位呢 那他們就 就是 不是這麼接受這件事 所以呢 他們就把它翻譯了做先知廣道 那意思就是先知性的廣道 不過事實上呢 很多人講道都不是先知性的 先知廣道可以兩個意思的 一個真是從神領受意念 去講出來就是 好像先知的作用 那另一個意思呢 就是 等一等下 另一個意思呢 就是說呢 好像舊約先知 有時候講一些對當時的人 講一些說話呢 去提醒他們 需要悔改啊 需要做些什麼啊 那他們呢 就會將先知廣道 就變成做這一種 就是只是這一種啊 就沒有那種 語言式的先知廣道 那 那今天我們主要不是講到先知廣道 那然後呢 主要講到是講謊言 那就是說 講 先知 講語言的時候呢 是對人講的 為了造就安慰勸臉 這裡我們都看得到呢 原來 先知的作用呢 是建立人的 不是拆毀人的 那但是呢 譬如指出人的罪這件事情呢 那個目的都是造就他 希望他悔改 那所以那個做法呢 應該是 不是拆毀他 而是呢 給他看得到 他怎樣跟從神呢 神就會怎麼祝福他 讓他的心裡面呢 很想去跟從神 那然後呢 就講到講謊言呢 就是造就自己 就是說我們是 講謊言的 是建立自己跟神的關係 那 那下面呢 就講到講謊言 應該求回出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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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28節呢 就有解釋到 為什麼要回出來 是什麼情況回出來 28節說 若會有人回 就當在會中閉口 所以這個情況呢 是講到在聚會之中 就是 在聚會之中 那 這個意思呢 是 帶領的意思 原因呢 或者在台上講 或者那些人聽到 就是眾人都聽到的 那時候呢 就要回來了 如果沒有人翻譯的時候呢 就 就閉口了 那但是呢 這個經文不會 一定是禁止人呢 細細聲 自己在聚會的時候 細細聲 在靈裡面 討告 講謊言 就是不會禁止這件事的 只是說呢 如果 要向人講 那些人會聽到的 就應該要翻出來 如果沒有翻出來呢 就不要講了 那 所以這裡講出一個 一個 原則 就是如果大聲講的時候 應該是有翻譯的 那現在也是作為 帶領的方式 那另外一種看法 就是說 有時候是整幫人 就在那裡講謊言 就在那裡 就是整幫都接受的 就 因為保羅所講到的情況呢 就是說 如果有不信的人進入 但是如果那個聚會呢 是建立基督徒 而整幫基督徒都 都講謊言的 接受 或者是接受講謊言的 那他們一起去講謊言的時候呢 是為了自己被造就 或者是領受神的奧備呢 那這個經文都不會反對的 因為這個經文主要反對呢 就是帶領聚會的時候 那些人不明白 不知道做什麼 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需要翻出來 如果在一個 就是大家一起去親近神 尋求神的奧備 和指引的時候呢 就是說謊言是沒有禁止的 不過在我自己來講呢 我為了減少人的批評攻擊呢 我都會減少在聚會那裡 就是用這種方式去帶領的 不過如果 譬如我們領受神的訊息呢 都可以一起去領受 都可以的 這個並沒有違反這個經文 那這個也都是回答一個問題 因為有些人認為謊言 就是只是好像 士團傳第二章聖靈降臨 在初期教會的時候呢 他們就講說別國的話 這個情況呢 是一個很特別的情況來的 就是當時有不同的 在不同國家來到的人呢 他們來到的時候 那些信徒呢 就忽然間被聖靈充滿 就講用他們不同的語言 去講他們 就是神要給他們的訊息 那在這樣的情況是不需要翻譯的 因為根本那些人聽得明白的嘛 所以是不需要翻譯的 而聖經這裡所講的呢 是講到呢 這裡要翻譯呢 即是說這個不是 士團傳第二章那種謊言 因為有些人就說呢 講謊言應該是講一種語言 但是呢 在 那麽多前書十四章 二十八節那裡講 都要翻出來呢 就是說這個不是一個普通的語言 不是一個實際的 在世界上存在的語言 是另外的話語 是講說神的Obey 不是用人聽得明白的說話 因為用人聽得明白的說話 就是不需要翻譯啦 那需要翻譯就是說 那個呢就是 不是普通的 就是不是一個 在這個世界上存在的語言 而是一個神 在那時候呢 賜給人能夠講說各樣 Obey 的一個語言 所以這個就是支持 是有一種謊言 就是 不是 就是不是世上的語言來的 是一個 神所賜的特別的語言 是人聽不明白的 所以就需要翻譯的 那對於謊言呢 都有很多人不同的看法的 就是有些人就 直接就否定他就說呢 這個是出於邪靈 那我的回應呢 就是 當人 是悔改信靠耶穌做救主 去親近神 敬拜神 愛母神的時候 是沒有理由 會是邪靈 透過他講笑話的 就是有些人就會說 是邪靈來的 那這個呢就是好像 所以 令人覺得 哇 他親近神都會有邪靈講話 那這個真的沒有什麼理由 那些人在那裡讚美神 感激神 愛母神 心裡火熱 怎麼會是邪靈在那裡講話呢 那所以 在傳統教會 有些就說 講謊言的 其實是邪靈的說話 這個是 就是 就是真是 違反聖經 因為聖經講到 是憑他的果子 他們生命的果子 看到他們真是 行神的路 被神更新改變 他們親近神 有什麼理由是 魔鬼先來到 去透過這個人講話呢 那所以 他們就傳言否定 所有的謊言 都是出於魔鬼的 那這個呢就是一個 就是 不是 合乎聖經的 聖經的說話就是 憑他的果子可以認出 他們是什麼樹出來 那曾經都有人說呢 其實另外的其他的 聖靈的彰顯 譬如震動啊 就說呢 這個是 靈動呢就是出於邪靈的 但是呢 我 他就說呢 其實我們的生命 更新改變 全部都是 結出好的果子 也都我們是 親近神悔改 信教耶穌做救主 為什麼會在這樣的時候 會邪靈來呢 也都我們看不到 任何有邪靈的彰顯 最近呢 剛剛是 昨天呢 就有一個人跟我說 他就找 就是找過這個牧師 就是這個牧師 我所說的 他呢就在網上有說到的 靈動呢 就是邪靈 也就是說 有靈的 在聖靈充滿 就是震動 有靈動 是吹邪靈也有的 例如那些 肌童啊 那些 招鬼上身的人 他們是一樣會動的 那 聖靈充滿呢 也是會有震動的 那我們怎麼分辨呢 就是憑他的果子 因為聖靈充滿的人 他們是會 愛慕神 遵從神 倚靠神 會悔改 離聚 那這些都是 他是親近神的果子來的 那他在他祈禱的時候 他有這個震動呢 是 並不是出於魔鬼的 其實他在震動的時候 他又覺得很平安 興省喜樂 愛 還有呢 他有很大的熱心去跟從神 所以並不是 就是這個震動呢 為什麼會有 邪靈又會有震動 聖靈又會有震動 因為邪靈出於神 神創造天使 天使有部份墮落 變成魔鬼和邪靈 所以他仍然 擁有一些 聖靈和天使 好的天使的質素 聖靈有的質素 就是會 帶動人 影響人的身體 所以 約翰和 蘇羅 看到耶穌都會 跌在地上 就是說 聖靈的能力 可以叫人跌倒的 在《彈二里書》第十章 都講到 《彈二里》是跌倒的 這就是神的能力 可以叫人跌倒的 所以這個是合乎聖經的 聖經是有講到 聖靈是可以影響人的身體的 但是有些傳統教會 就不相信 不接受 因為他們 他們說我們祈禱都沒有的 其實有些傳統教會的人 曾經有傳統教會的人 跟我說 他們很多祈禱之後 就發覺身體會震動 會搖動 所以這個 不只是聖年充滿的人有的 當然多祈禱的時候 都會有的 而且果子是好的 昨天有一個人跟我說 他就去找這個牧師 就是說這些聖年充滿 全部都是邪靈 找他趕邪靈 但是那些邪靈始終趕不完 那牧師就不再幫他了 我說那個牧師 就是說我們聖年充滿的 就是全部都是邪靈 他就沒有跟他繼續去趕邪靈 就不再回應他了 其實我也認識另一個人 以前跟過這個牧師一年的 跟過一年之後 這個牧師就說 跟人說邪靈是很難的 其實我覺得他就不明白 怎樣跟神建立心的關係 和處理生命 就說邪靈是很容易的 所以他只是用一個單一味 就是趕呀奉耶穌明 趕呀趕呀趕呀 就發覺那些人總是還有邪靈 那他就 所以他就會說趕邪靈是難的 也有時候有些人想他趕邪靈 他又沒有繼續去幫助 這個是昨天有一個人 親口跟我說有這件事情發生的 因為其實他們不接受聖年充滿 也都不接受 原來我們建立和神的關係 處理生命是會帶來聖年充滿 和趕續邪靈的 有這個能力的 那他來說 他就說謊言全部都是邪靈的 和聖年激倒 那些人會在聖年的能力之下跌倒 這個都是出於邪靈的 那他就 這個就是 他否定了 今天的經文我們看到一句說話 前書十四章 三十九節 那裡講到也不要禁止說謊言 不要禁止 但是很多人是禁止的 關於講謊言 我有幾樣的提醒 第一就是 就是不要模仿說謊言 不要嘗試講謊言 而是親近神 愛慕神 讚美神 有些人就會說 你講哈利路亞 講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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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一下就會變了謊言 這個我是非常之反對的 因為這樣的時候 他變了 舌頭比頭快 所以變了第二張音 就是這樣就是謊言 謊言不是變了音 就叫做謊言 一定是聖年充滿 然後是神帶來的 有些人真的 親近神 愛慕神 真的聖年充滿 他們就 他們就 開始講謊言 這個是聖年帶來的 我希望大家都是 就是 渴慕 講謊言 但是又不要 將著力傳言放在講謊言 有些人就 時時只是追求講謊言 他們會怎麼做呢 他們就會 經常都求講謊言 他得不到謊言的時候 他就很不開心 他很想快點快點得到謊言 他就一直想為什麼 其實我跟他說 你愛慕神 神都是很歡喜的 你讚美神 從心靈深處去感激神 歡喜神 神都歡喜的 神的靈都會充滿你的 不是一定要講謊言 但是到某時候 神是可以將謊言賜給你的 就是說我們注目在神 不是注目在謊言 神次謊言的時候 這個是禮物 但是如果沒有次謊言 也不代表一定沒有聖年充滿 有時 我的定義 聖年充滿 就是跟神很密切的關係 並且自己祈禱 隨時可以經歷到神的平安 興省喜樂 愛 是可經歷的同在 在英文有句說話 Tangible Presence of God Tangible Tangible 意思就是 可感覺到的 可觸摸到的 可以感受到的 就是神的同在 可以感受到他的平安 興省能力 愛 激勵 是感覺到那種能力在裡面的 或者感覺到那種喜樂 或者愛在裡面的 這個就是可經歷的 聖年充滿的人 就是經歷到這種可經歷的神的同在 並且是隨時可以經歷 另一樣就是 他為人祈禱的時候 那些人都可以經歷的 就是我這樣去定義 聖年充滿 聖年充滿就是 與神有親密的關係 並且自己隨時可以經歷到神 可以經歷到的經歷 可以觸摸到的經歷 並且為人祈禱的時候 也都人是可以經歷到 可觸摸的 可以經歷到的經歷 這個就是我的定義 就不一定是講謊言 但有些人就說 是一定要講謊言 因為人先是聖年充滿 那我就覺得 人真的被聖年充滿 帶著能力 自己祈禱有經歷神的同在 為人祈禱有經歷神的同在 他已經是聖年充滿到一個程度的 他遲早都會講謊言 但他還沒講的時候 他不用經常注目在講謊言 譬如我自己來說 我是幾個月在聖年充滿 為人祈禱很多很多的 就是醫治啊 趕邪靈啊 生命改變啊 是很多的 然後後來在幾個月之後 有一次的聚會 就有一個牧師 跟我一個教友 我一個教友都去過聚會 就跟他說 叫他講謊言 當他一講的時候 我站在這個牧師後面 立刻我的舌頭就可以震 這個就是我開始講謊言的時候 完全是 完全不是我準備講謊言的 是完全是自動講謊言的 所以這個就是神賜給我們的 我是經過了幾個月之後才有這個謊言的 而有時候有些人模仿謊言 或者嘗試講謊言 有時候他未必是講謊言 他只是口口說 就是這樣跟著人家講 有些人都會 只是重複一些單音 他就覺得 他一直跟著講 這樣就是謊言 我自己就覺得 未必一定是 我又不否定有時候可能是 但是呢 我們不要模仿 因為模仿的時候 有時候都不知道 是謊言 還是自己口口說 我又不一定說是邪靈的 因為他 他是身近神的人 愛慕神 遵從神的人 他不會是邪靈的 不過只是他口口說 他就以為他講謊言 那我們就不要 就是用這種方式來講謊言 而 最後一點呢 我們今天 所講的就是講到 翻謊言 就是說 神是 賜給 有些人是有這個恩賜翻謊言的 不過的確我發覺這個恩賜很少 我遇見一個就是這樣的 他有一個人 一直用謊言講到 但是另外一個 就不斷跟他翻譯的 那這個是 就是 我見到一個人 他真的 不斷翻謊言 那我就 我說你聽聽我的謊言 佛和我翻譯 他聽完之後 他就說 你慢慢講我 我耶穌我耶穌 他說 你的謊言就是這樣 跟那個 那個傳道人是不同的 他真的一直在整篇道這樣講的 那這個是神所賜的其中一個禮物 那如果大家有這個翻謊言的恩賜 就是聽到謊言的時候 會有些意念出現 是解釋那個謊言的 那我們就可以測試一下 問一下人 是不是這個意念 你聽到這個意念的時候 你覺不覺得這個 就是你剛才講謊言的意念 這個都是需要驗證的 OK 好 有沒有人有問題問 阿牧師 我想問 第十四節 他說 如果用謊言討告 我的誤性就沒有果效 那就是說 用謊言討告就有果效 平時誤性討告就沒有果效 但是思想是沒有果效 就是講謊言的時候 因為根本是不知道自己講什麼的 所以呢 在誤性上沒有果效 謊言 就是講謊言的人 在誤性上 並不是誤性上去有果效的 它是一個靈的討告 那就是 我們講謊言的時候 另一樣我提醒就是 不要只是空白 因為真的 可以的路什麼都不想 一直講謊言 那我就會鼓勵人 一直在想著耶穌 愛著耶穌 思想神某樣的屬性 或者求神去祝福某些人 或者祝福教會更新 改變 這樣 那這裡只是講到誤性 OK 好 但是呢 因為講謊言 連自己都不知道 那些那堆的謊言是什麼 因為有時候自己都不知道 是 是 那不停用謊言 討告呢 那其實那個 那個 內容我不知道 其實又是怎樣呢 這樣 這個就是靈的工作 在靈裡面的工作 那有些人就講到講謊言的人 是更加容易領受 從神而來的信息 就是有些人 他是更加容易領受神的信息 那這個是我們可以 即是在靈裡面造就他 以及領受神的奧秘 是他不明白的 但是我們是可以講謊言的 也都可以多講謊言的 但也都聖經有講到 有靈的討告 有誤性的討告 那我們可以多用謊言 但是講謊言的時候 都是一路愛慕神 一路愛慕神 一路是講謊言 是造就我們的靈的 建立我們的靈的 但是那個心是一路歸向神 一路愛慕神 所以他不是一個誤性的討告 不是對我們有誤性的幫助 就是不是在思想上幫助我們 是一個靈裡面的幫助 OK 那如果有些人 他真的不懂得講謊言 或者他不太贊成講謊言 那他 他就沒有靈裡面的造就 如果這樣 講謊言只是其中一個方法 他在心靈誠實 愛慕神 敬拜神 一樣有靈裡面的造就 其實也誤性的討告 都會對靈有幫助 不過比例而已 譬如有些人誤性討告 他們太誤性 那個靈是沒有那麼通的 譬如他這麼說 阿神祝福我學業成功 我事業成功 快點有婚姻 神祝福教會 祝福這個聚會 多些人參加 天氣好 講完又有能力 神你幫助 全部都是講事情的 他這樣講事情的時候 對於他的靈的幫助是少的 他只是告訴神 我仍然是一個電郵式的討告 就是把一個電郵傳給神 我曾經參加聖年祝 我們就是愛慕神 但有一個人很大聲 就經常在那裏 求這樣求那樣 我真的覺得很騷擾 但那些人在呼叫耶穌 我一點都不覺得騷擾 我們就在那裏 全心全意 很單純的愛慕神 我就不覺得騷擾 但是那個人在那裏 慢慢講 阿神祝福我家人 叫他們信主 祝福教會 復興 更多人信耶穌 他一邊講一邊講 我真的覺得很騷擾 變成好像distract 去了他的觀念那裏 去騷擾去到 整天都是想著一些事情 我們靈的討告 心靈的討告 或者是謊言 我自己其實 我是多用那種愛慕神的討告 我就是想著耶穌我愛慕神 我喜歡神 我歡喜神 感激神 亦都是以神的事為念 我看這裏 你打出來的經文 是覺得謊言 是聖經裏面有講的 但如果反對謊言那些 他又撿住哪裏反對謊言呢? 因此宗子論 是說在哥林多前書十三章那裏 說謊言之能終必停止 但他們就會說 是在《新約聖經》啟示完畢 就謊言就停止了 那他不解釋 哥林多前書十四章 為什麼那裏仍然說到 我不要禁止謊言 他就說那時候還沒啟示完畢 但是我的回應很簡單 哥林多前書十三章 我有一次曾經解釋的 那裏是講到 現在我們好像對著鏡子看 到那時就面對面看 還有傳之道 所以這個不是講到 就是有《新約聖經》的 其實到保羅寫哥林多前書的時候 到《全本新約聖經》啟示完畢 相差的啟示的內容 並不是很多的 分別不是很大的 這些更 其他部分啟示 是不是就是我們傳之道呢? 所以就算蘇永智也曾經有一次 他有講到 他都覺得這個《適經》是很有問題的 就是不肯定的 他不是說有問題 他說這個《適經》不肯定的 因為那個經文 他們就說在《新約聖經》啟示完畢 就謊言 說謊言之能終必停止 所以這個就是他們的看法 有些人說邪靈的時候 連邪靈都懂得說謊言 那他講出來的時候 真是幾次 就是我們有時信徒說的謊言 怎樣去分別 正先我所講的 邪靈和聖靈都有一些類似的彰顯 因為邪靈都來自神所創造的天使 所以呢 在不同的彰顯都有類似的 包括講謊言 邪靈都可以叫人講謊言的 那聖靈叫人講謊言 我正先所講的 就是那個果效 這個人是更新改變愛慕神 尊崇神 事奉神的 他生命是處理好的 沒有理由他講的謊言是出於邪靈 那如果有人是被趕邪靈 就是邪靈藏在他裡面的 那他這個就是邪靈叫他講 或者有時候只是他口口口慣了 就是有時候有些人是這樣的 他又講謊言 但是他其實那些邪靈還沒清 那有什麼原因呢 一個可能性就是 他講謊言根本是模仿的 就是他就跟著聚會有時候 因為有些聚會真的叫人去嘗試講的 那他覺得這樣講就是 聖靈充會我自己就覺得 就是這樣模仿並不是一定是 或者嘗試講未必是聖靈充滿的 那這個第一種可能性 就是他只是模仿 來講謊言 第二種可能性就是 他有邪靈而邪靈透去講謊言 就是兩種可能都有 就是有時候不一定邪靈透去講 就是他自己習慣了講 而他的邪靈還沒清的 因為他還沒處理好生命 就是一個人經歷聖靈 是可以一樣有邪靈 如果他不聽話 我在曾經在宣教的時候 認識一個牧師是真的很離譜的 這個牧師是公開講的 他說他看到那些空中小姐 晚上回家就會在那裡 亂想的事情 想那些女人 他又問我有一次聚會 他說我摸一下那些女人的屁股 可以嗎 他說他想 他說我想一下去摸可以嗎 我說不好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他就說 我說出來 有些人其實有個心有這樣想 不過他沒有說出來 我說這個問題是需要處理生命的 不是在心裡面 就是我們心裡面 我們要放下這些慾念 我們知道有這些慾念 我們知道是有問題的 我們是需要放下的 不是說 他以為就是 其他人其實都有這些慾念 不過他沒有說出來 我就說出來 我就告訴你 他是真的說出他的問題 但是不代表他講出問題就是對的 就是我們需要明白 就是順著情慾殺種的 必從情慾收敗壞的 還有呢 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厲害 那這個牧師呢 他的行為也都很好 非常之不合聖經的 他跟那些女生祈禱 跟著他就抱著他 抱很久了 就是真的非常之不好 那他呢 因為不是我邀請他的 就是那個負責聚會的人 有邀請我又邀請他 就請他講道 但是他講得到 根本就不是講道 在那裡罵人 就是根本就是攻擊性的 完全是沒有造就 任何的造就 所以我真的覺得他有問題 而他為那些人祈禱 那些反應是很奇怪的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這樣的情況 就是那些人會踢 直接是踢 就是他跟那些人祈禱 那些人會踢得很厲害 他要四個人呢 一人抓住一手 一人抓住一腳 四個人這樣抓住 然後呢才能夠控制到他 還有要跟他脫鞋 要不然他會踢到人 就是這麼嚴重的 他祈禱那些人呢 所以呢 我懷疑那些人根本是邪靈上身 他自己也都是邪靈上身 所以這個是有時候有些聚會的 帶領者可以是有邪靈的 就是看他的生命 他的生命如果是 真是在罪控制之下 他是可以被邪靈充滿的 所以不要說這個人 祈禱有些人有經歷 就一定是出自神的 有時候他是可以出自邪靈 但是我們怎麼知道呢 就是從他的教導 和他的生命去分辨 所以有時候有些人 我們三不識七的 不一定要接受他的按手吐告 如果 我們根本在網上 都聽到很多他的 就是 講到他怎麼好啊 怎麼跟從神啊 那就沒有問題了 但是如果這個人是三不識七的 其實有很多人呢 譬如香港都有 經常都有特會的 有很多人來主辦特會 但是有時候我覺得 他們的目的就是想 得到多些錢 得到多些人 得到多些錢 就是有這個這樣的心 我當然覺得他 是 就是很有問題的 有些聚會是很有問題的 所以我們是需要分辨 不要是聚會都去 那時候我曾經參加一個群體 這個群體很出名的 他有做過很多好的事情 不過也都是有很多事情 他們沒有什麼強調聖經的 那麼他就請了一隊人 那一隊人呢 就是做釋放 依次釋放的 趕邪來的 那麼他們說哪一道呢 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他說呢 約室 在舊約的約室 那麼他就 本來就跟從神啊 但是後來他收了 這個法老王的禮物 那條鏈啊 他的像啊 他的印啊 他收了這些禮物呢 他就變成為 給魔鬼使用了 所以後來他有這個占卜的杯 便雅敏呢 他就說便雅敏偷了他這個占卜的杯 所以呢 其實他正在占卜的 那這個呢 其實 就是也是很搞笑 就是很片面的解釋 他只是這個 因為他當是一個埃及人 這樣 以埃及人的那種身份 就是好像埃及人 他有占卜的杯 就說他偷了 所以就叫他捉回回頭 就是 便雅敏不可以走 但是不是代表 約瑟呢 就跟從了異教 就現在做占卜了 就是 我們看到了 約瑟看到他的歌的時候 他說呢 你們的意思 是要害我 但是 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要救許多人的聖命 成就今天的光景 所以他看到他 根本是跟從神的 但是他們會這樣去解經 就叫人家 你不要受那些 不信者的人的禮物 其實這件事情 真的很奇怪 譬如你父母 從小到大 送給你的禮物 怎麼照顧你 全部都不要受 是不是 就是 我不知道他包不包括父母 所有的朋友 所有的同事 任何人 他送給你的禮物 全部都不要受 我覺得這個是真的 是很有問題 就是說 你受了就會受了 你的生命就會有問題 就是這些 他們去到一個很極端 就是 什麼東西都可以被邪靈攻擊的 而不是說 我們和神關係好 就和處理生命 斷會有什麼能害我們 他們不是強調這些 是經常都強調魔鬼的攻擊 所以我講到 就是有些人說謊言 不是一定是謊言 不是一定是真謊言 但是真的有真的謊言 真的有真的先知 好 我們一起祈禱 大家放鬆的人 可以站起來 投入愛慕神 感激神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多謝主耶穌 多謝主耶穌 神你真美好 我們全心愛慕你 全心感激你 讚美你 歡喜你 神你真美好 Hallelujah 多謝天父 我要歌頌你聖明 我要歌頌你聖明 我主 歌頌你聖明 我主 人為你聖明 至高配得 讚美 我要歌頌你聖明 我主 人為你聖明 至高配得 讚美 我要永遠 我要永遠 聖明 我要永遠 你聖明 我要永遠 我主 人為你聖明 至高配得 讚美 我要永绕祢圣明 我主永绕祢圣明 我主人为祢圣明 至高配得赞美 主啊我们要荣耀祢的圣明 我们要赞美祢的圣明 配受最高的赞美 我们全心爱祢 全心感激祢 赞美颠付 多谢耶稣 哈利路亚 神祢是最高的 祢是配受一切的荣耀的 哈利路亚 荣耀神高阳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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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耀耀 Hallelujah,多謝天父,求主幫我們全心感激祢,愛祢,歡喜祢, 欣賞祢,遵從祢,走祢的路, 我們願意全心親近祢,尊祢為聖,求祢的靈大大充滿我們的心靈, 讓我們的心靈湧出讚美的說話,讓我們的心靈湧出愛慕神的說話, Hallelujah,多謝天父,Oh,Yes, hallelujah, Hallelujah,多謝天父,Oh,Yes, hallelujah, Hallelujah,多謝天父,Oh,Yes, hallelujah, Hallelujah,I love you,Yes, hallelujah, 在我心中耶稣耶稣耶稣 在我心中耶稣耶稣在我身旁耶稣 在我心中耶稣耶稣耶稣 多謝天父,多謝耶穌,感謝耶穌 神你真美好,神你真美善 願你的名被尊崇,願你的名被高舉 讚美天父,多謝天父,讚美天父 Hallelujah,Hallelujah 我們全心愛你,感謝你,讚美你,尊崇你,體重你 神你的名是配受最高的讚美 求主幫助我們全心愛你,感激你 從心裡湧出對神的讚美 Oh,Hallelujah,Dame耶穌 Hallelujah,Dame耶穌 Oh,Y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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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我翻譯你 Oh,Y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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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Christassa Oh,Never Allah,神我喜歡你,天父 fini 我愛你 聖靈可愛你 聖靈可愛你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名曉重贊歸比利 哈利路亞 求主幫我們心靈湧出對你的讚美 噢耶穌 我們心靈湧出對你的讚美 感謝天父 讚美天父 哈利路亞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多謝耶穌 感謝天父 服主耶穌 聖名 阿門 其實這次我是有用方言的 如果大家留意我心靈湧出讚美的時候 我舌頭震動的 這是我其中一種的方言 就是在這裡一直講一些人可以明白的說話 哈利路亞 讚美耶穌 愛耶穌 但是同時震動 不是我靜去震動 是我的心注目 在舌頭讓它震動 哈利路亞 裡面就會湧出來的 這是我其中一種的方言 是造就我的靈 也都造就你們的靈 剛才在這個祈禱的時候 大家有沒有一些人有什麼經歷想分享 有沒有 比如說你的靈就很湧出來 很想讚美神 愛慕神 感激神 很強烈的回應 有沒有這些的回應 方言呢 我真的覺得有些開心的微笑湧出來 嗯 好 珊姐 珊 是啊 都會有方言出來 是的 你也聽到我那種開心的感覺 方言因為自己是心裡很自然的 自動會彈出來 不知道這句說話是什麼意思 但是會記住 藏在心裡 希望有一天找到一個臨番方言的 幫我問一下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就好像曾經試過說 聽到自己白痕無端的說過方言 就是其中一句 爸爸覺得這樣的時候 那一份是有平安的 但是說一說就發現 自己不知道自己說什麼 那會是有一點擔心 但是感謝神 最近他做討告的時候 又有這些方言的感覺回來了 感謝神 是 我們不需要擔心方言的 如果我們是從心靈愛慕神 感激神 我們也是遵從神的時候 不需要擔心那些是不是方言 OK 他自己不明白是說什麼 這個就是對誤性是沒有幫助的 這個不是誤性的討告 所以我們要分辨這個不是誤性 不是思想上的討告來的 是那個靈湧向神 是靈湧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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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講說神各樣的Obey 我次寬也會看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